本章主要分享的是 跟to连用的形容词到底有哪些 换句话说 这些形容词它有一个特性 它后面会加一个to 那接的部分就加一个名词 那所以这一组to加名词 它基本上它就不是一种不定词的功能 那因为通常来讲 我们讲to再加上一个动词的时候 它是不定词 然后它可能去做副词使用 它当然也有可能做形容词使用 做名词使用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相对是站在它的位置上来讲 如果说一个所谓的不定词片语 它放在形容词后面 理论上来讲 如果说你要做推论 推论它是一种不定词的功能 它理论上是说副词使用 那这样的话就会让你产生混淆 为什么 因为当你判定这个to的话 是不定词的时候 你后面的这个动词 你很自然就会填所谓的动词原型 但是如果这一个to的 是跟前面的这一组形容词 有零用关系的时候 它的后面部分填的是一个名词 那既然它是名词的话 它要嘛不是动词再加ing 变成动名词 不然的话就是 所谓的动词跟名词 同型的单字 那当然基本上来讲 如果它单纯填一个名词 那当然就不会有问题 我们去做假设 假设你在网路上看到文章是正确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 你必须要知道说 有大体上哪几个形容词 它会用to 然后去让这个意思 表达的更精确 那这个部分的时候 就可以作为这个参考 那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内容 基本上各位看到 只是A到C 还有一点点 那事实上它这一个形容词 是从A到Z 是有很多内容的 那所以说如果说 你今天对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或者别人帮你做一个整理之后 你在学习的时候 速度就会加快 那你也就不用浪费那么多时间 去做所谓的猜想的动作 感谢各位收听 更多有趣的分享 请各位参考 英语思维大突破这本书 谢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